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九月二號 星期六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首先帶你來關心 到的就是颱風動態 中度颱風海葵 是持續的在逼近臺灣 目前它的中心位置 是在鵝鑾鼻東方 約六百四十公里的海面上 朝西北溪轉溪來前進 由於路徑是持續的往南修正 讓預報一天就改了三次 各國預測的路徑 也出現到分歧 甚至還可能二次登陸 由於海葵有機會 成為四年來 第一個登陸臺灣的颱風 提醒觀眾朋友 務必要隨時關注 最新的颱風動態 將漁船一騷騷靠岸停放 接著再用繩索牢牢固定 基隆正兵漁港的漁民 趁著海警發布前 開始做防台準備 因為現在目前這個 海葵颱風 朝我們這個 東北角這邊過來 船靠什麼都有準備 重點就是省鎖要強一點 基隆艾斯路 每逢大潮救海水倒灌 遇大雨救淹水 讓店家相當困擾 環保局下午在周邊 進行水溝清理 避免雜物堵塞造成淹水 隨著海葵颱風 持續朝臺灣逼近 停航三天的台東離島交通 好不容易才恢復班次 下午兩點後到三號往綠島船班 又因為颱風而取消 根據氣象局觀測 中台海葵目前的中心位置 在鵝鑾鼻東方約六百四十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十七公里速度 向西北溪轉溪進行 氣象局一號晚間八點半 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預計二號清晨到上午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不過海葵的路徑持續往南修正 各國颱風預測還出現分歧 氣象專家賈欣欣分析 美國和歐洲模式 都預測海葵颱風恐怕會二次登陸 台北市長蒋萬恩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分別召開颱風整備會議 緊盯氣象局預報 至於首當其衝的宜蘭風浪已經開始變強 貴山島因此預警性封倒到四號 針對北海岸地區關浪休憩的民眾 海巡也出動實施柔性勸禮 呼籲民眾別在海邊逗留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 最後報導 同樣是受到大潮加上颱風的影響 榆林口湖鄉脖子寮漁港 出現嚴重的滿潮海水倒灌 到昨天都還在淹 行政院長陳建仁就前往視察 表示將會以專業的水工模型 來找出解套 受到大潮和颱風氣流的影響 雲林口湖的脖子寮 出現嚴重的滿潮 海水倒灌到村子裡 漁港和街道都還泡在水裡 而聽到颱風又將來襲 居民坦言心裡實在很擔心 擔心潮水可能繼續湧進 雲林縣府搬緊運來當水板 多少攔截住海水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也來到當地視察 當地鄉長憂心 颱風有可能直撲 讓淹水災情更嚴重 當面向院長陳建仁陳勤 希望中央協助解決 同樣受到大潮影響 彰化線機箱溫載港 也發生海水倒灌 整個漁港都泡在海水裡 有著深度打到膝蓋 甚至還有河豚被帶進漁港 漁犯和漁民只能泡在水裡工作 相當無奈 而彰化完工也是海水漫過堤防 漁禁港區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將全面盤點臺灣沿海漁港的行形 找出淹水的問題 中央也會和地方合作來解決 既有令健身王龍濤 王威雄 彰化雲林報導 交通部上周四邀請日本鐵道專家到臺鐵富岡基地 瞭解太魯閣號事故的改善作為 結果被發現疑似罹難者的頭蓋骨 提露警察昨天重回現場搜證 結果又發現了八塊疑似的遺骸 將全部送劍士小組進一步確認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很遺憾無法讓罹難者入土為安 另外也在車廂內找到手機 皮包和電動代步車等遺物 怎麼可以這樣說 頭蓋骨 難怪我們都拼不回來 上個月底交通部邀請日本鐵道安全專家 重返臺鐵富岡基地 結果太魯閣號家屬團體發言人王維鈞 卻在當時受損最嚴重的第八截車廂 找到一塊疑似罹難者的頭蓋骨 這一看就是頭蓋骨啊 是不是 這誰的頭蓋骨讓他遺留在這裡 王維鈞難過落淚 因為太魯閣號事故都過了八百八十一天 卻仍有罹難者無法好好回家 一號上午王維鈞出席台鐵安全改革研討會 呼籲行政院要出面做好災害防救指引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讓指引是能夠很明確的 未來不論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就一定還是荒腔走板 然還是會有人沒有辦法完整的回家 遺物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很重要 目前頭蓋骨已經交給檢警驗DNA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很遺憾 無法讓罹難者入土為安 由於臺鐵太魯閣號事故後 第七和第八截車廂 還保留在桃園富岡機場 今天上午鐵路警察先是簡單 擊敗後再度展開搜證 第八截車廂因為連接在駕駛車廂後面 嚴重扭曲變形 歷經二點五個小時搜索又再發現八塊疑似是頭蓋骨和牙齒的遺骸 其他則是皮包手機和電動代步車等遺物 第七截車廂因為結構較完整 搜索一點五個小時就結束 也發現少量遺物 花蓮地檢署表示遺骸是否就是人體的頭蓋骨和牙齒 仍需鑑定釐清 至於先前傳出 臺鐵局長杜維將在臺鐵公司化後 接棒董事長 不過外界關注 頭蓋骨事件恐影響董事長人選 王國才回應董作要能帶領臺鐵公司化 讓員工都能信任 不會因此影響人選 記者送不到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出報 首先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血汗醫護的情況未解 今年到五月已經有一千七百二十六名的護理師離職 有護理師就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 要求改善血汗醫護 不到半個月已經有七千多人複疫 接著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臺中市某公立高中 在二月爆發疑似師長集體霸凌學生 造成一名男學生親生 校房兩度調查認定霸凌不成立 台中教育局介入 昨天是召開專審會決議 前學務主任處以停聘一年 並要求學校徹底檢討教評會的審議程序 最後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美中兩國的軍方八月三十一號同步證實 美國硬害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諾和中共軍委 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徐啟琳八月中旬是在北季會晤 這是去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 中國凍結中美兩軍高層接觸一年多來 中美的高級將領首次的會面交流 來關新大選消息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是提出了解決小子化的建議 喊出生一個孩子 讓你多養一隻寵物引發討論 而針對侯科佩侯友宜則回應 要堅定團結盛選 副總統賴清德出席 喬委會青年活動 是勉勵年輕人要走入國際 有助臺灣發展 到中岩院福德宮參拜 進行廟口開獎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喊出要像土地公一樣 保護大家平安 帶大家賺錢 對於小子化問題 郭台銘認為可以把生子跟動物飼養議題結合 喊出生一個孩子 讓你多養一隻寵物 至於國民黨副主席 連勝文曾透露 郭台銘堅持郭上喉下說法 郭台銘強調 不必要的傳話會造成很多困擾 不如直接聯繫 至於民眾黨 柯文哲近日沒有公開行程 但日前郭柯普渡場合同框 只簡單握手互動冰冷 郭台銘說 以為柯文哲會坐下來吃飯 就可約時間好好談 不會放棄整合空間 支持者高喊口號 侯友宜出席新北市婦女會理事長交接 既挺侯後援會成立大會 要再搶公赴女票 而外界拋出侯柯沛 侯友宜強調自己態度不變 會堅定團結慎選 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是國民黨總統徵招的候選人 團結所有人的力量 讓我們贏得慎選 頒發僑務青年大使證書 民進黨賴清德出席僑委會活動 直言讓年輕人走進國際 對台灣發展很重要 賴清德勉勵年輕人要汲取外國長處 也要透過宗教區域文化 交流行銷 台灣 記者綜合報導 勞動部公布勞動基金運用 績效到七月為止 規模為五兆九千五百多億 因為全球金融市場震盪回穩 累計在前七個月的收益 衝高到六千兩百多億 創始創新高 其中國人關注的心智勞退基金 表現也不錯 虧別去年因為疫情影響等的干擾因素 勞動部一號公布勞動基金 運用績效 受到全球金融市場震盪回穩的力多 自七月底規模達到五兆九千多億 累計收益數 衝高到六千兩百多億 創下史上新高 光七月的單月收益數 就有一千五百多億 其中心智勞退基金 規模達到三兆八千五百多億 收益來到四千一百多億 也就是說去年一整年 差不多跌了二十二Percent的臺股 今年一到七月 已經快差不多 為什麼說這個 這個反彈的力道 跟回升 其實應該不只是反彈 而是回升的方式 在在今年狀況是不錯的 勞動部表示 對照去年的運用情況 去年因為疫情 無二戰爭等因素影響 光臺股投資部分 虧損就達到百分之二十二 尤其新智勞退基金 虧損達到近兩千三百億元 不過今年至七月 臺股投資部分 已經回漲到獲利百分之二十一點二 雖然勞動基金有好表現 專家建議如果沒有急需用到大筆資金 退休勞工可以先領勞保老年給付 維持基本開銷 而勞動部每年三月完成前一年 新智勞退收益分配 勞工要到滿六十歲 才能年本代曆領出 可以等到投資收益持續增加 累積更多退休金 再來領出 記者陳嘉欣謝正琳太報導 今年的農曆年後 國內因為缺彈 農業部不貼進口彈 經費五億多 但立委揭露有一家名叫超司的彈商 疑似為藝人公司 資本額只有五十萬元 卻獲得這一次專案 近六成的補助款 進口數量也沒有公開 被質疑圖利特定業者 但行政院否認圖利 公司負責人則表示 參與這次的專案進口還賠錢 傳統市場彈箱完全沒彈 連鎖超市貨價也空蕩蕩 今年農曆年後 不少民眾買不到平價雞彈 部分地區出現買彈大排長龍的情況 農業部祭出進口雞彈解套 開放十二個國家專案進口雞彈 到七月底數量大約1.4億顆彈 但進口雞彈業者被明代發現 其中一間超司公司資本額僅五十萬 去年才成立卻從巴西進口換算約八千萬顆的彈 占進口總彈數六成或農業部上億補助款 質疑中央圖利特定對象 進口是採取這個差額的補貼並沒有暴利 那差額包括道案價格跟國內市場價格的落差 外加三十趴的關稅 這個流程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哪一個貿易商 那只要是提供給農委會統籌運用的雞彈 必須符合這樣的機制 行政院否認圖利特定廠商強調 這案進口雞彈不是補助給代理商 是吸收進口彈道案的價格等費用 獲成一切公開 也有召開說明會 而且代理商要有出口經驗等四項條件才能代理 負責人自清專案進口雞彈還賠錢 要外界去問農業部的答案才最真實 鄰居也證實這家人進出口彈 已經超過二十年 有養雞大王之稱的彈商圖萬財 也說超私負責人已故的丈夫 以前就是同行 在彈行界很有名 不是來路不明的公司 圖萬財進一步指出 年初缺氮時農業部打聽到 勤加油管道從巴西進口彈到日本 雙方聯繫上才有後續台灣進口巴西雞彈的事情 彈的利潤這麼低 連他進口都曾虧過錢 也不相信超私公司 真能因此賺到上億元 記者王耀廷 陳顯坤 吳奇昌高雄台北報導 台南市政府宣布廢止全國首張魚店共生執照 原因是有同一業者在七股跟雪甲 一共申請了九廠執照 但被認定沒有實際養殖 是假養殖增重電 依法廢止容許跟執照 另外台唐配合太陽光電計畫 出租七股農場農地 被監委認定管理不當提案糾正 並且請經濟部督促台唐檢討改進 魚店共生結合養殖漁業 又兼顧綠能發電 不過一號台南市政府宣布廢止 全國首張魚店共生執照 原來是有同一業者在七股跟雪甲 總共申請九廠室內養殖 跟附射太陽光電設施 但被認定沒有實際養殖 限期也沒改善 依法廢止容許跟執照 台南市從2017年至今 有十九廠許可運作 在正式廢止九廠後 還有六廠改善中 由專家學者輔導 另有四廠經多次溝通 以同意市府近期稽查 市府呼籲業者不要心存僥倖 若有違反一定依法處理 但台南光電開發爭議不止這一桩 空拍鏡頭可以看到 台塘配合太陽光電計劃 在七股的造林地砍樹 監委雖肯定推動計劃正當性 但已認定台塘管理不當 提案糾正 監委指出台塘管理不確實 且零目標售只用雜木當作 估價損及台塘權益 保留區域也沒完全照合約執行 除了提案糾正台塘 也請經濟部督促檢討改進 環保人士認為把大片樹林砍掉 變成光電廠跟再生能源發展背道而馳 七股監督光電青年聯盟沈宣宇表示 糾正案可以促使未來業者跟相關單位 對光電開發選址有更深切的評估 到截稿為止 台塘表示仍在針對糾正案開會討論 記者溫正恆 歐榮林之間綜合報導 我國在二零一九年通過同婚專法 民團和政府是持續的在推進婚姻平權 內政部再宣布未來同婚家庭 將比照異性配偶的做法 收養子女的身份證父母欄 不會再家住養子 在這個地方養 維爸指著女兒身份證上 同性伴侶喵爸被標註為養父的字樣 透露出女兒是兩人收養的小孩 但這樣的狀況在異性配偶收養時 並不會發生 在民間團體努力推動下 內政部八月三十一號通過相關修法 未來同婚家庭將比照異性配偶做法 受養子女的身份證父母欄 不會再家住養子 聽到修法通過 維爸開心地說 會儘快帶女兒去換發新的身份證 可以平等成家 我覺得很開心 也期待後續的像是戶籍系統 修正其實是必要的 我們希望能夠在不管是身份證 戶籍等本 各種的文件當中 我們都能夠得到一樣平等的權利 我公二零一九年通過同婚專法 今年五月在三讀通過司法院 釋字第七百四十八號解釋 施刑法修正案 讓同性伴侶 可以無血緣收養 同家會統計 目前全臺同志收養孩子 約有近一百二十組 這次拿掉收養子女身份證上的養字 形同讓臺灣的婚姻平權 再往前邁進 借北深 陳昌偉 台北報導 MeToo事件延續 臺南有一個常受邀 參加各地廟會演出的藝術團團長 被爆料多年前涉嫌性侵 性騷多名團員 其中還有人未成年 有多位受害者昨天出面控訴團長 惡行 希望司法能還他們公道 回憶自己在國高中階段 被信任的教練姓騷 就算事隔十幾二十年 受害者依然哭得泣不成聲 幾位受害者在學生時期都曾經和台南的某一個藝術團團長 諸信武術教練上過課 但教練曾經以教防身術為理由 對受害者A模擬性行為 性侵姿勢 又單獨把受害者E再往空曠山區壓制 等學生脫身 教練給了封口費 學生退還後 抽出於其他老師 卻沒有下文 至於受害者W 則是被教練以整骨為理由 撫摸身體 藉故親吻 種種惡行 直到今年的V2事件延燒 他們才敢發生 關於刑法詮釋性侵罪的現行規定 我們也認為這個刑度不應該比一般的性侵罪 刑度還要輕 司法要不要辦 要不要成為這些受害者最有力的力量 在補助制度裡面 以及在申訴制度裡面 目前在體制內我們都看不到 任何檢視跟監督 人們教育基金會和兩名立委 陪幾位受害學生召喊記者會 控訴惡行 並呼籲刑法的詮釋性侵罪行 應該要進行調整 轉接語音信箱 多聲後開始擊飛 至於被指控的該名團長 手機沒有接通 只有七月份的聲明稿澄清 部分教學動作讓學生認為是性騷 會經濟適當的調解機構致意 化解歧見 新加坡總統大選投票結果揭曉 前國務執政尚達曼以高達七成的得票率 取得壓倒性勝利 成為新加坡第九任總統 將在九月十四號宣誓就職 雖然新加坡總統是虛位元首 但監管國家儲備金 這次三人角逐也是二零一一年以來 首次出現撒喀都的局面 選舉官在今天凌晨十二點二十一分 宣布計票結果 前國務執政尚達曼以百分之七十點四的得票率 當選 尚達曼在抽樣計票結果出爐後 接受媒體訪問表示 這是選民對新加坡投出的信任票 也表達對未來樂觀的態度 接著讓我們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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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 這集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曾慧仁 我們明天同學們再會 暫時的星短日 我們在一起 他們猶豫 我們邊看空氣品質指標 我們在一起 很友好 我們在一起